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温孟昕 今天又是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日 那么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第27周年 在今天香港各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庆祝活动呢 跟随中心社记者多点位直击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香港的金子金广场 可以看到啊我身后正在奏乐 然后嘉宾呢正在入场 待会呢这里就要举行一场生气仪式 来庆祝香港的回归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向国际 敬礼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年长城 中华平族高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爬出最后的后山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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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众贴心 抛着天人的泡沫 前进 抛着天人的泡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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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乖 乖 之前我都是在家里面看新闻 看电视 就看直播 亲身来到这里去唱国歌 我觉得很震撼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现场 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去升国旗 去做一件事情 大家都很努力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能体验一下为国家服务的感觉 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 今天就非常高兴 因为香港就是27周年了 我们社会就是比较稳定 我们未来就可以聘解经济 聘解民生这些工作 所以今年的感觉就是很不同的 我刚才听到唱国歌的时候 全场轰动这一次的这个七一 我觉得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 它不只是有志即兴 而且它是实实在在的在兴盛起来 现在是上午10点20分 我现在正在香港尖沙嘴文化中心的冬天广场上 这里正在举行海上公传寻有启航礼活动 一会儿呢这里将会有27周 象征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的大型民团 在维港临敌启航 拉开渔农界请回归的讯会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我真是很开心 我今天可以来这里参加这个这么盛大的活动 最深刻是头船有个花牌 这里有些精神布置的旗 都真是很漂亮的 有不同的五眼六色 我希望祖国的日益强大 还有香港精神的照片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朱晓明 现在是早上10点30分 那么我所在的位置是香港食堂嘴区地街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 香港将举行七一电车免费乘车日 那么所有的电车将会免费为香港市民及游客开放 电车确实是香港一个标志 尤其是在港岛区 每一个香港市民也经常乘搭电器 我作为香港市民的一部分也很享受 叮叮电车带来我们的那个集体回忆 所以在回归这个重要时刻 能够与众同乐 能够免费乘坐 一起来庆祝这个重要意志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陈子彦 现在的时间是2024年7月1日傍晚6点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香港的沙田马场 再过大约35分钟 今年的香港回归碑就会正式开跑 今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香港回归的第27周年 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 这个属于是他们独特的奔瓦遗产吧 哦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